反正我就觉得我对这孩子已经特别好了 而且我们俩关系处的也特别不错 是他一直认为我对孩子不好不够关系 我觉得你就是不舍得给孩子买 而且就是处处计较这些事 如果要是孩子亲生父亲就不会这样 不是 您还比这个呀 何不 天天 那我跟他千副对比 还说我不像个男人 我怎么就不像呢 我没这个意思 我是说你不成熟 对吧 你看你现在自身上这些问题 我以前和前夫过日的时候 就是说家里的事基本上不怎么管 现在呢 咱俩在一起之后呢 家里的事 你的事我都得管 对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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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一句啊 跟前夫那么好怎么还离了呢 种种原因吧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呀 往事也不想提太多 怎么说呢 就是单比这一点他可能不行 其他方面他还挺不错的 哦 还带这么看人的哈 那您得要一拼凑人才行啊 前夫的那一点 家里的这一点 家里 反正我就觉得他不成熟 那才能跟您结婚啊 我就觉得他不成熟 咋不成熟了 就是自律性很差 晚上熬夜 白天不起 早上起来 吃早饭的时间都没有了 他不吃早饭 这小肠正吸收着 体内的这个毒素 就等同于吃大鞭 行了 一块别说了 多饿起着 铁在家给我在那儿洗脑 我早点有时都吃不下去 你自己挣钱吗 挣啊 出去吃吧 别回家吃了 我吃不下去了 而且我还没说完 您听啊 上卫生间四十分钟起步 我提醒过他 这样对钢肠健康不好 而且同时还有吸烟 这个吸烟 卫生间这么狭小的空间 这个吸烟加上空气不好 对你的呼吸道也是影响啊 这些东西他都不在乎 弄得我现在有时一提到回家 本来回家是挺高兴的 挺温暖的 一提到这个回家 我都头都疼了 都不想回去了又是 就别回了吧 不回了也不能了 所以迟迟一直不结婚 是因为我就觉得 他很多自己 应该有自律性的事 他自己做不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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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